今年東京電玩展遊戲橘子大張旗鼓展示的八款遊戲當中 由旗下夏鴻門研發團隊所開發的新作Core Blaze 堪稱是遊戲橘子2011年最重要的武器 這款使用Unreal Engine 3引擎研發開發的次世代線上遊戲 展現了超強的畫面表現與聲光效果 而且遊戲以TV Game快節奏的動作模式 結合了類似魔物獵人的團隊合作概念 能夠五人組隊同時展開冒險 挑戰數十種巨大的頭目 而遊戲研發團隊表示 Core Blaze加入以往線上遊戲沒有的空間概念 比如說跳躍、高低差空間等等 玩家在挑戰頭目的時候能夠依照各種地形來夾擊頭目 這種玩法很有TV Game的感覺類 而這款遊戲的設計重點在巨大的頭目敵人身上 製作團隊表示他們身受包含薩爾達傳說、汪達與巨像 這些經典遊戲的影響 所以遊戲中的頭目不但巨大 攻擊型態多樣化 而且有各種型態的變形模式 玩家能夠挑戰各種不同型態的攻擊模式 不但有不同的樂趣還會得到不同的獎勵 而在人物職業上也能夠因為完全不同的武器組合 產生更多樣化的連鎖攻擊 加上快節奏的戰鬥 希望賦予Core Blaze全新的遊戲樂趣 奠定次世代線上遊戲的新標準 Core Blaze設定2011年展開測試